公元960年,宋朝建立 宋朝开国后,李云和李崇敬不服赵宽印 先后在陆州和扬州叛乱 但他们的实力不足,很快的就被赵宽印消灭 至此,宋朝解决了开国之乱 也震慑住了其他有野心的人 从此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按道理,赵宽印应该开始统一大业了 但他并没有着急对周边国家下手 因为他知道,五代王朝频繁更替各个短命的原因 并非来自外部,内部的顽疾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面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兵患 那咱们就看一看赵宽印是如何解决五代顽疾的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丽辉 公元960年12月,赵宽印平定李崇敬之乱后 班师回京,回到京城,自然要论功行赏 其他人不必多说,单提一人 就是扬州的特罗伊木马,载手巡 他被提拔为电职 没多久又改成为共同官 时常陪伴在赵宽印左右 赵宽印有个习惯 出门的时候不喜欢重兵护卫 载手巡就在一旁禁言 劝赵宽印多注意安全 赵宽印听后,微微一笑 说道 地王创业自有天命 以前周世宗在位时 见到方头大尔的将士 常常想办法处死 朕虽然在他身旁侍奉 却没有被加害 可见天命所归 不能强求 有一日 赵宽印轻舍简虫的 来到了赵宽府邸 赵宽连忙出营 拜见完毕 赵宽也劝赵宽印出行要慎重 赵宽印又笑着说 如果真有人有天命 就认他行事 真才不禁止呢 赵宽回答道 陛下圣明无比 如果说天下之人 各个星月臣服 我也不敢如此断言 就是掌管军队的各个将领 也未必各个可信呢 万一有一个人趁机作乱 到时候措手不及 悔之完以 请陛下顺重 赵宽印说道 朱将都是朕的故人 想来不会生变 你夺虑了 赵宽回答道 臣也不是怀疑他们不忠 但我观察诸位将领 并非都是御下有方之人 万一有谁管不住部下 被部下要挟 到时候他们 也只能为众侍从了 赵宽印听后 不禁点头认可 又问道 嗯 自从唐末以来 数十年间 帝王一八姓十二军 战争不惜生灵涂炭 你看是什么原因呢 朕想习天下之兵 为国家祭长久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赵宽回答道 陛下能这样想 乃是天地人神之福也 天下大乱的原因 说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翻阵太重 君若成墙而已 为今之计 只有夺其权 空其粮 收其兵 则天下 自安 这段对话非常重要 基本上定下了 有松一朝的管理原则 那就是弱化地方 加强中央 其中军队必须要掌握在 朝廷手中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赵宽印口中的 帝王一八姓的说法 八姓里面 肯定不包含他自己 因为作为后人评论 不会把自己也带进去 所以这八姓 就变得很有意思 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后梁一姓 后唐三姓 李世元和李重哥 都是杨子即位 各算一姓 后晋一姓 后汉一姓 加起来就是六姓 那后周只能是两姓 后周算两姓 那就等于说 郭荣和郭威不是同一个姓 另外 这里面也包括了后梁 后梁在后唐的后周期间 是不被认可的朝代 到了赵宽印这边 被正式的认可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 赵宽印的说法 他并没有提出五代的概念 而是提出了八姓的概念 其实他认可后梁 还有给郭荣改姓 都是一个目的 告诉大家 你看当时天下多乱 帝王改姓也属正常 这样做就是为了合法化自己 既然皇帝都这样定姓了 所以伟梁也就变成了后梁 郭荣也就变成了柴荣 赵宽印听了赵宽的回答 表面上不知可否 但内心很是认同他的观点 也正式的开始了他的改革 军权伟大不掉的现象 虽然很紧急 但毕竟牵扯太大 万不能贸然动手 否则就走了李重厚 和刘春悠的老路 赵宽印沉出气 一点一点的波斯抽检 为了故事节奏更加紧凑 我就直接提取其中的要点 他首先对慕容颜昭下手 在建龙二年三月 也就是公元961年 他调慕容颜昭 任三南东道截斗使 不再兼任殿前独点检之职 之所以先对慕容颜昭动手 主要是有以下的几点考虑 第一 慕容颜昭本来就是 他们这个小团体的领头羊 赵宽印如果不是被郭荣赏识 估计现在还是慕容颜昭的跟班呢 所以慕容颜昭在他们 这个军事小团体里面 号召力太强 第二 殿前师的其他高级将领 像石首信王审奇等人 虽然认可慕容颜昭 但现在还是和赵宽印是一条心的 就算慕容颜昭不服气要造反 这群人暂时也会站到赵宽印这一边 第三 他担任的这个殿前独点检之职 就是自己造反前的职位 太过于敏感 所以慕容颜昭一泄任 连殿前独点检的这个职务 也被撤销了 处理好慕容颜昭后 赵宽印又等了几个月 7月份的一天 赵宽印满潮时 让人准备好酒宴 刘石首信 王审奇 张领夺 赵颜辉等人喝酒 酒过三旬 赵宽印平退左右 对众将说道 如果不是你等出力 朕哪有现在的地位啊 哈哈哈哈 但朕作为天子 太难了 还不如从前 做节度使的时候 逍遥自在呢 自从受善以来 朕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啊 石首信等人听后 连忙起身问道 陛下何故如此忧心 赵宽印微笑道 朕和你等都是故交 有话就直说了 这个皇帝宝座 哪个不想来坐坐呢 石首信等人听后 连忙扶地 叩拜道 陛下何出此言 现在天下一定 谁还敢有异心 赵宽印说道 你等虽然没有异心 但如果你们的部下 想贪图富贵 暗中勾结 有朝一日 把黄袍 披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算不想 到时 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石首信等人听后 边哭边说 臣等愚昧 请陛下 指条生路 赵宽印说道 爱情平身 朕有几句话 你们看 可有道理 人生如白鸡过戏 不知道哪天就死了 之所以不断争取富贵 无外乎是想多 积累一些金银 一来自乐 二来留给子孙后代 朕为你等考虑 不如放弃兵权 出任地方 为子孙多买一些 良田美宅 算是长远的产业 为自己多买一些 歌同舞女 以忠天年 朕在和你等结为殷亲 君臣之间不再猜忌 岂不是上上之策吗 石首信等人听后 已经明白了赵宽印的意思 当晚尽信而归 第二天 各个上表称病 希望赵宽印准讯他们 交出兵权 好多多修养 赵宽印一看 这帮老兄弟还挺自觉的 就直接同意了他们的奏情 受师首信为天平节度使 王沈其为中正节度使 张领夺为镇宁节度使 赵燕辉为武姓节度使 让他们出京上任去了 大家注意一下 虽然他们都受为了节度使 但这个节度使 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 继续向后面看 我会详细的说明 后来一把高怀德 受为了贵德节度使 撤去了殿前都府点检之职 同样的殿前都府点检这个职务 也被撤销 这样一来 殿前师的高级将领 全部都换成了 没有什么威望的新将领 处理完殿前师 世卫军作为禁军的另外一股力量 赵宽颖自然也不会晃过 世卫军都指挥使韩领坤 也找机会 受为了承德军节度使 让他到北方守边去了 不仅如此 赵宽颖甚至开始分拆世卫军 把世卫军的马军和步军 慢慢地分拆成为 被皇帝直接管辖的 世卫马军师和世卫步军师 成为了和殿前师平级的禁军衙门 殿前师和世卫马军师 世卫步军师合成三衙 有人会问 禁军的高级将领全部换掉了 那谁来掌管禁军呢 赵宽颖心中是有一个人选的 那就是福燕青 之前咱们多次提到福燕青 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柴荣 都成为了皇后 其中一个 就是现在的周太后 这个福燕青好像特别能生女儿 他还有一个女儿 据说是老六 嫁给了赵宽颖的弟弟赵光义 赵宽颖登基后 加封福燕青为太师 我也不知道赵宽颖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任福燕青的 按道理 周太后的老爹 猜忌还猜忌不过来呢 现在居然要把禁军交给他 不仅我想不明白 就连当时的赵普也想不明白 他听说赵宽颖要遭福燕青入京 连忙跑到赵宽颖这边 劝阻赵宽颖 赵宽颖在赵普的劝谏下放弃了让福燕青 点掌军军的想法 中央进军处理完毕后 赵宽颖就开始对地方下手 当时的地方重镇已经和五代初期大不一样 五代初期的魏博 承德 凤翔等军事重镇 随着历朝中央不断的调控和外部局势的变化 已经不具备割据一方的实力 现在几个守国众名的截斗使 分别是王眼超 武兴德 郭崇义 白宗战 杨廷章等人 不过 就算他们是最厉害的截斗使 也已经无法和五代初期的截斗使相提辩论了 建龙三年 也就是公元962年 赵宽颖把王眼超等人遭到惊施 设厌款待 宴席上 赵宽颖对他们说 青等都是国家旧臣 久居重镇 现在还在为国操劳 这不符合朕优待贤臣的本意呀 王眼超等人听后 已经明白了赵宽颖的意思 连忙下跪 表示自己一来没有功劳 二来年龄也大了 请陛下准许告老还乡 赵宽颖听后 起身扶起他们 家讲他们都是谦谦君子 之后 重新安排了他们的职务 军权也自然地收脚了上来 大家更有疑问 赵宽颖把地方军权回收后 那边疆该怎么办 赵宽颖重新选了一批没有威望的将领 从此到边疆 比如 王燕生守元州 马仁瑜守盈州 李千普守西州等等 名单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人到边疆赴任 但他们的家族 一律不许随军 必须留在京师 不过留在京师的家属 给的待遇非常优厚 而且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入朝素质 表现好的将领 多加赏赐 表现不好的 该扁处的扁处 如此安排 边疆将领一方面有牵制 另一方面有动力和压力 各个只得权力的为朝廷效命 以前 地方的军政是部分家的 都统归节奏史管理 现在一调整 边疆的首将只负责军事 民政方面 赵匡英另派文官 担任支州 同时 又在各州设置通判一职 通判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州官 而且还是州官的备胎 这样就形成了地方民政相互制约的机制 也规避了州官把本州慢慢割据的可能 赵匡英又在各州之上设置了一级监察单位 叫做路 每路设置转运史 负责各路的田梁运输和地方监察 这样就等于把地方的财政 也紧紧的抓在了自己的手中 路这个行政单位 原本是为了监察和转运设置的 后来慢慢的 也变成州之上的固定区化单位 相当于现在的省 这样一来 截图史就完全的成为了虚值 成为了荣誉之先 这就是送出改革的主要内容 我强调一遍 我写的内容都是为后面统一购国做的铺垫 和统一无关的改革我都没有提及 所以我上面说的内容不是送出改革的全部 请大家不要以偏盖全 希望了解更多送出改革内容的小伙伴 自行查阅资料 经过赵狂印大刀阔谱的改革 慢慢的形成了中央上二府三师三崖分拆项权和军权 地方上州官通判路转运使相互制约的新的政治格局 二府指的是中苏门下和苏密院 分别负责行政和调军 三师就是三师使负责财政 三崖刚才咱们说过是电钱师马军师和布军师的合称 负责掌军 别看咱们讲起来简单 赵狂印的这一番改革可是花费了数年的时间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和改革无关 但很重要的事情有必要提一下 这件事情和赵狂印的母亲杜太后有关 建龙二年也就是公元961年 杜太后病重卧床不起 赵狂印每日侍奉在侧不敢离开 但孝心是无法治病的 杜太后的病依旧是越来越严重 杜太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就召集子孙和赵谱来到自己的床前 她先对赵狂印说道 你知道你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吗 赵狂印此时气不成声 没有对她 杜太后又问了一遍 赵狂印才说道 而之所以得天下都是祖上和母亲的福责 杜太后说道 不对 是因为周始终让幼子为天子 所以你才得了天下 如果周始有长君 天下就不是你的了 你百年以后 应当传位于你的弟弟 国有长君 乃是社稷之福 赵狂印听后 哭着顿手道 敢不自命 太后听了赵狂印之言 对一旁的赵谱说道 你把我说的话记下来 不得有为 赵谱听令 就在床前写下了太后遗命 然后收藏在金规之中 让人妥善掌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规之盟 当然 有很多人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找不到赵谱记录的原文 二是 首次提出有这件事情的时候 赵光义已经登记了五六年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是赵光义和赵谱编出来的 也有些人认为 金规之盟真的存在 但内容是三传 即杜太后让赵匡印 传位给弟弟赵光义 赵光义传位给弟弟赵听美 赵听美再传位给赵光义的长子 赵德昭 小编没有能力给这段公案 一个确切的定论 孰是孰非 大家自己去评判吧 杜太后安排完后事 不到两日就病死了 享年六十岁 时间如说 就来到了建龙四年 也就是公元963年 这一年 赵光义下赵改元前德 正在大家普天同情的时刻 赵光义突然收到五平的求救信息 这一条信息的到来 也正式的开启了赵光义统一个国之路 那究竟赵光义收到了什么信息呢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请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一秒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YouTuber的朋友们 订阅后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也可以到我的主页中找到往期视频 《五代演绎》已经更新了一百多集 估计是全网最详细的 《五代试过》这段历史的解说视频 创作不易 真的很需要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